Omicron 傳播力高來勢洶洶 將第五波的疫情不斷推向高峰 似乎應該是政府可以預見的一個景況 不過可惜當第五波疫情爆發的初期 有很多方面的措施和配套未有行先一步 搞到現在有少許失控的景象 隔離措施應接不下 不過亡羊保勞未為滿意 雖然遲了些政府終於有行動 去補足極度缺乏的隔離設施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15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公佈了很多項新的抗疫措施 其中包括精用新的公共屋邨 三千個單位作為隔離支援 包括皇后山村、荔景村、恆景樓 還會馬上與香港酒店業界開會商討 租用更多酒店做隔離用途 還會考慮將學生宿舍都改為隔離設施 特首暫時沒有提供使用公屋和酒店 做隔離措施的確實數目和時間表 時間表相當重要 現在已確診的市民未能和家人有效隔離 留在家裡感到相當無助 特首只是表示對所有能夠提升抗疫能力的措施上 都會盡快進行這樣說 唯一肯定的就是 一定不會放棄動態清營這個目標 就強調政府是有抗疫主體的責任 以至很堅定的 會是以最積極有為的態度來應對這個挑戰 其實這一點其實不太用特首說明 大家都知道會是這樣的 動態清零是國家政策 特區又怎會有妥協的空間 林鄭說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 政府是上下同心 會打好這場抗疫戰 不會放棄 不會殆懈 亦不會向病毒投降 這不是一個選項 就叫我們大家要保持信心 繼續全面配合防疫抗疫措施就可以了 減少外出 做好防護 避免感染和快打針 在這麼大的動態清零的決心下 政府真的會不會進行封城 請大家留意林鄭的說法 她說暫時沒有計劃封城 暫時當然不等於以後都不會 在這裡是留了一條尾巴 相信這個將會因應香港疫情的發展 有所調教 特首都說明了 雖然暫時不會封城 但仍然會進行小區的遺封 據了解廣東省正在調動人手來香港幫忙抗疫 除了加大檢測外 都會協助封區 有了這些新增資源 遺封區域會不會越圍越大 暫時沒辦法估計 大家都是先有些心理準備比較好的 免得被遺封行動搞到不知所措 特首就說不同的地方會使用不同的抗疫手法 香港都需要找出自己的方案 她認為現在遺封的政策是有效的 因為成功檢測到大量的個案 又說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政府是會增強能力 會做多些 她又說在策略方面都會不斷調整 不會掉以輕心 盡量做到人性化 例如減輕遺封強檢帶來的不便 會為居民提供一日三餐和其他支援 不過先前的遺封強檢行動 真的做得很混亂 也很不濟 在昨天的評論裡 也和大家分析過 林鄭月娥的五個對接工作小組負責的內容 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整出來的內容是不同的 大家的說法是有分別的 特首就說可能我們傳媒太喜歡看文件 太喜歡做一些太仔細的核對 也可能是我們想多了 特首說師長去深圳開會後 會議即時的成果是甚麼呢 就是疏你出五個要對接的範圍 當時只是很笼統地交代了一些工作 第二天政府內部高層會議之後 談清楚再仔細決定分工 認為抗疫的工作不可能完全交給一個局長 政府一直都不是這樣做 就好像打針一樣 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負責 看起來不像是公務員事務的事 但政府是上下一心的 所以要透過行政長官的指令 所有部門都需要負責不同層面的抗疫工作 也因為這樣 新聞稿內沒有提的局長 不代表他們是不會參與抗疫的 例如日後會和內地的關口做交接的時候 一定是紀律部隊負責的 保安局局長要負責一些和內地便利通關的措施 以及在一個小組內也要回報這些工作 政府是上下同心一致推動的 他又提到提供給香港的物資中央是很關注 國家幾十年來無論是回歸前後 都是先關心影響市民的蝕 包括新鮮的食物 不過今次疫情打亂了這些跨境的貨運 因為司機可能是受到感染 又或者所住的大廈有確診 估計有兩成的司機是做不到貨運的工作 也因為這樣 運防局會負責非醫療物資的安排 現在是全速地招募更多的司機 也有研究有沒有水路可以把物資運到香港 會聯絡海運公司 陳凡局長稍後有機會 都會和我們交代相關的工作 叫我們不用擔心 無論如何都好 特首指定委派的局長 的確是和政務司司長所委派的有所不同 不過最慘的是差不多一日之內 發生的事 這樣出現又怎會 不會有尷尬的情況走出來 不過真是問心一句 今次我撐特首 我覺得他的分工較為合理 可能是政務司司長最擅長的 不是做這些政務 不是做這些管理行政的工作 而主要是有關國家安全和保安的事 他本來也是保安局局長 如果我沒有記錯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特首才會把李家超 提升到政務司司長的位置 以特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我記得特首當時也有說 他很專注於國家安全的事 其他事他可能真的不太熟 例如扶貧 他還說會自己看扶貧 真是有路特首 今次抗疫的工作 我想也要靠特首一力承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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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喜歡這裏講完這裏散 在這個散場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學防疫噴霧四維噴 讓它裏面的齒子提取物 將飛沫細菌病毒 適合聽的 不適合的 通通消散 那就放心 Mr.Expand 潔癖主義 好主義 謝謝大家